文化 生活 艺术 文艺生活风 文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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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一个画家 他的整个的绘画生命里面 都是有跟所有的 我想所有的学习 都是同样 就是说从初期到慢慢成熟 都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 他自己的琢磨 然后达到后来 比较成熟的一个阶段 那早期从他的学习开始的话 他是从那个西陵书画社 杭州的西陵书画社 从跟这个王浅楼 王先学这个画 各方面都学 那他主要是山水 然后他其他就开始到南京 开始做事情 就一直都没有跟书画脱离 那到后来到了抗战的时候 在这个四川 然后到了贵州 这些地方都去过 然后他就在每到一个地方 他都会开始把当地的景物 吸收到他的画里面来 然后因为每个地方的景物不一样 所以他就必须要经过他的筛选 他的这个对于他的画法的调整 然后慢慢变成他的表现 他自己的表现方法 那这个整个一个过程 从杭州到四川 到回到上海 然后到台湾 那台湾的景物又跟大陆又有所不同 那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 又经过一个大海 所以他在那段时间开始对于海 有一个特别的 觉得有一个特别的印象 然后慢慢心里面已经开始琢磨 怎么样去表现这个大海 之外在台湾有一个 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很有名的风景区 叫阿里山 阿里山最主要有名的是它的云海 所以他那个时候也开始 到了台湾以后也开始 这个慢慢琢磨 怎么样去表现台湾阿里山的云海 之后嘛 横贯公路啊 其他的巴黎的海边啊 什么的 对他都有很直接的影响 就是说从他每到一个地方 都会去写生 写生了以后 慢慢开始琢磨 怎么样去表现 所以在台湾的这些年代里面 慢慢他就开始 开发出他自己的 对于这些风景区的表现的方式 那在台湾的山 山的基礼 又跟大陆的基礼 又不太一样 那台湾的山的话 大部分都是 他除了有山石之外 他还有很多树 因为这个亚热带气候的关系 所以他 这些东西的表现又不太一样 所以慢慢慢慢就发展出 他自己特别对于台湾的风景区的 风景的表现的方式 所以就慢慢也发展 变成他自己的一个表现的方式 对的确是我觉得非常独特 因为在这个国画界呢 很多人都是画风景 花鸟鱼虫 但是您父亲的这个画 出来以后就给人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你觉得他在情感上 在情绪上 他要表现的是什么 他为什么这么喜欢画云和海呢 我想一个艺术家 他想表现的都是美的东西 当然也有人标榜他是画丑的东西 可是我想我父亲的表现是希望表现美的东西 然后除了表现美的东西之外 他又用什么方法来表现 他希望他就是说慢慢琢磨出来 怎么样用他自己的方法来表现 他自己最有特色的方法是什么 他有对于台湾的三十的机理的话 他自己开发了一种一个村法叫做猎下村 那对于这个台湾的那个就是海水 他用了点着法来表现 这都是他自己慢慢开始开发了以后 就是说有这些三十的这个水的表现方法 然后 所谓点责法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是 他我想点责法 点责法的发展出来 我相信跟他的这个对于书法的研究 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说我父亲他后来偏到 做书法的草书 尤其是狂草的这个研究 他临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王夺的书法 富山的书法 还有这个槐树啊 这些都是狂草方面的研究 那这个研究狂草 也跟他这个生命的过程 个性还有跟他的这个生命的过程有关系 我父亲是独子 那他到了台湾 这个没有把父亲母亲一起接过来 所以对他心里面是一个非常郁闷的一件事情 他没有办法去养他的父母的养到中老 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郁闷的事情 那这个郁闷的事情要怎么样去发泄呢 那狂草是他的选择 所以他就研究狂草 然后用狂草来发泄他的这方面的郁闷 对父母的一种感情 其实这种狂草的里面一种不济 或者一种就是灰洒 听起来是这个很郁闷 但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发泄的时候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狂草里面那种力度 和这种很深沉的一些东西 那同时也看 就是说我父亲到了台湾以后 天天上乡 这是他对于他自己父母的一个 欠究的一个希望是一个补偿 所以那就对于狂草的研究之后 那他对于台湾的 就是说画水的方法上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画水有很多 就是说很多很活泼的比法 那这些东西都跟他的狂草书法的研究有关联 跟他画好像说画云 也是一样就像我们看后面这幅云海 都是跟他都是很活泼的比法 很有动感感觉是 对很活泼的比法 并不是当然这些水本身也是 也是一个活泼的东西 那这个云海也是一个一直在律动的东西 那可是这个是因为有他对于狂草的研究的底子 所以他的表现也更容易去把这书法跟绘画 这两方面有很容易的就把它融合在一起 好 我们要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A学习基金会郑少颖 我是梁婉梅 我是李金芬 别忘了收看湾区 夜深火 太 touchedった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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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終了